資料也是從第二個單元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講資料 我看問卷 他們同學好像對資料庫 跨別的 比如像MySQL 或者是SS 需求並沒有那麼大 好像看起來 所以也許 後面也許我們先講這些 比如說你們要合併分割 工作表 然後資料的篩選 就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第四季後面還有類似的範例 尤其我們先講這個範例 會了之後 我們就跳到別的範例 你也馬上會做 那才是對的 OK 不是說我今天只適用某一個範例OK 其他範例不OK 不行 所以最好就是說一個範例 會了其他也都沒有問題 如法泡製一下就好了 那我們剛剛的答案 我在這個地方 單元02 你打開這個解答 我是把它放在所謂的第六頁 OK 如果說你剛剛打錯了 我是建議剛開始也不要挫折感 反正你就照貼就可以了 比如我剛剛這一段就在這裡 你如果不OK 你先複製貼吧 先跑跑看 把可能關鍵的這幾行把它刪掉 重打一遍看看 如果你可以 所以 那就 我是建議啦 因為我的習慣是喔 我剛開始工作表物件先不加 我先把程式打完之後再把它加上去 這是我的習慣 為什麼 我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這樣構思我比較清楚 最後再加工作表 比較不會有問題 不然的話 如果工作表物件也加上去 我的頭會很暈 為什麼 因為太多了 又有range 又有shits 然後哪一個地方要有range 哪一個要... 所以剛開始 你會看我剛剛沒加 我後面才加 這是我的習慣 然後呢 字比要打錯 像feel的 如果你擔心打錯可以按F1 參考一下 這個也這樣 這個是criteria1 那後面當然呢 其實它裡面篩選 還有and偶爾連擊交集 你也可以自己在後面加 也可以and 也可以偶爾 然後如果有and偶爾 後面會有criteria2 就是第二個條件 可能 比如說我要一般或二般 那就兩個 那不可能一般and二般 因為找不到 ok 或的話就是其中一個為true 那就幫你列出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 利用類似的方法 當然如果說你不是很了解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也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篩選的這個功能 你大概run一下 因為它的規則是這樣 如果你這裡面放的資料是文字的話 它這邊會顯示是文字篩選 那文字裡面的篩選不就是什麼 不就是這個裡面等於嗎 不就是包含 包含就關鍵字有沒有 include 就是有點像如果你要做什麼 關鍵字篩選的話 也可以用包含 當然如果你有的地方 假如說你不知道城市後面參數怎麼帶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要不要錄製聚集 裡面就有參考的東西 OK也是個方法 把它稍微再改動 另外如果裡面它放的資料是數字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是數字篩 數字篩選 它裡面出來的條件就不一樣了 如果你不太會下條件沒關係 我剛剛講錄製聚集 再把這個你錄製到的東西 再把它帶到我們城市裡面 也OK 這樣的話我覺得比較簡便 那所以剛剛的部分 你就是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 這三行是多增加的 這兩行跟這一行 那其他的都是新增工作表 OK 重點基本上就是先加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然後Auto Filter 是篩選 然後哪一欄 哪個條件 那條件的話就來自於那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第I列的L欄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做完之後的話 最好你如果有可以的話 就是自己再加一些註解 因為註解1 這是回圈做什麼 2 新增工作表 當然因為我這邊沒有特別去加 所以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自己可以再加一下註解 這到底每一行每一行到底是做什麼 千萬不要似懂非懂 一定要真的了解 以後的話 你才有辦法拿這個東西套用在你工作上 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OK 那當然順便我們延伸 因為後面其實 除了會講到所謂的什麼 分割工作表之外 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總表 分割成一二三之外 那如果說我反過來 我希望做什麼 有分割 那就有所謂的合幣 所以如果今天 假設吧 我們先手動好了 先手動 在這邊按一個新增工作表 然後呢 多一個工作表叫全部 全部指的就是我要把這三個工作表 幫我全部call到這裡的話 成是該如何寫 其實也沒有標準 反正到底差不多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 一定要跑個回圈 回圈範圍就for i 等於第三個到第五個 有沒有 三四五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什麼呢 這裡面的那個範圍call過去 那等於call過去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call過去一個一個call 他開頭上面這個都一樣 所以變多的 這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也許 不然的話你就可以 第一個 你先call這個欄位 名稱 有沒有 再以後就call這個範圍 比如說 一般就call 先call 一般裡面先call那個名稱 然後再call下面東西 那下面東西你可以敘述嘛 用range 有沒有 那range的點copy 到他的A1 不是A1 不然就乾脆的 也不要那麼麻煩 乾脆你整個 第一個是全部call 可是問題 這樣程式不好寫 因為回圈裡面 都如果從 有的A1有的A2 你要邏輯班 到不如講 乾脆就是這個先call 然後再跑回圈 先call這個 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邊的這個位置 但問題來了 二般要call過來的話 他會有個問題 你不能直接又call到A1 所以你一定要去追蹤他目前所在的位置 然後把它call到他下面 然後再換三般 再把它call到這個位置 這個追蹤到最下面的位置 在加一的這個位置 有沒有 那這樣就合併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 要怎麼樣把我剛剛講的 對應的程式給寫出來 那才是厲害的 其實有的時候程式怎麼寫出來 第一個 你就先知道說該怎麼做 第二個 這個把對應的那個程式有沒有 大概試著寫寫看 如果剛開始寫不出來沒關係嘛 你就是先try嘛 錯誤他就修正 錯誤修正一下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因為這個範圍每一個 因為你說這個是A2到17 那如果每個都到17OK 可是問題有的多有的少 那我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 所以這樣還是一樣 向下追蹤 追蹤方法感觸向下 怎麼樣可以剛好把這個 感觸向下的那個邏輯 也這邊帶到這裡面來 請各位也許可以想想看 反正這個範例就是要合併跟分割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也許待會想想看 多一個合併工人 把剛剛一到三班的工作表 再幫我合併回來 然後合併回來的話 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不能把每一個的全部都call 因為上面都有藍位名稱 所以也許第一個要call 後面就不用藍位名稱 第二個就是它每一個範圍都不同 那你要用什麼方法最簡單 可以讓它整個這樣慢慢call過來 這個也許想想看 城市會寫的話真的不多 大概頂多個五六行應該就可以搞定 但如果不會的 你可能要弄半天寫一大堆 而且還不見得每一次都適用 今天可以call明天又不能call 那不OK 所以想想看怎麼做 我來講 就在這裡